在南韩演艺圈中 陈光尔过时牺牲阶段出道的艺人 除了要懂唱懂跳 还要懂得努力在社交媒体等众多管道上 与大批粉丝互动 然而社群是一把双面刃 Billboard杂志的驻亚洲记者石瓦兹就说 粉丝观众偶像的一举一动 对他们的发型仔细点评 几乎是放在显微镜下去看 简直疯了 如此高压且难以喘息的环境 也让多名南韩艺人 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成为天上的星星 南韩男子无相团体 Astro成员文斌 这个月19日晚间 警传在家身亡 得年25岁 南韩媒体第一时间的报道指出 根据南韩警方说法 文斌看似是自我了结生命 但详细原因还要调查 20日上午 许多韩运相关粉专纷纷报道 这次消息 粉丝们同表震惊 难以相信文斌会轻声 主因文斌最近 正在宣传跑活动 原定于本月22日 要和另一名成员 银产和与澳门开唱 且本月30日 还要来台看粉丝见面会 如今骤然离世 让粉丝们伤心不省 外媒的大肆讨论 喊媒的轻描淡写 由于南韩有三日丧的习俗 文斌19日晚间离世 22日上午随即出币 文斌所属公司 Fanticon在事发后 警发出声明表示 19日 Astro成员文斌突然离开我们 成为天上的星星 却对文斌的死因 没有多做说明 文斌的家属也相当低调 葬礼仪式和常缅定 都不对外公开 我搜寻南韩各大媒体 试图找出文斌过世的相关分析 然而只看到大同小异的公开信息 平铺直视文斌过世 以及其他南韩艺人反应 相较于南韩媒体的轻描淡写 包括CNN、BBC等外媒 却是以大篇幅报道 眼神简视南韩娱乐产业 CNN报道指出 文斌过世凸显了竞争激烈 压力重属的南韩娱乐产业中 名人常常面临的巨大压力 许多Keypop博物项在青少年时机 就开始接受训练 磨练唱歌、舞蹈和表演技巧 多年才出道众所皆知 南韩偶像要受到严格管理 与这个产业的行李健康危机息息相关 南韩内人从出道一直到出道后 几乎没有可以松细的时刻 CNN和BBC的报道不约而同指出 南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中 青少年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根据南韩卫生福利部的数据 2021年南韩自杀率 为每10万人中就有26人自杀 虽然整体自杀率正在下降 但20多岁青生死亡的人数正在上升 许多外媒在报道中也回溯先前其他南韩偶像 包括CNN成员朱炫 Kara的巨核拉 FX的雪梨等偶像歌手接连众士 以及近日吻兵之死 将再次唤起人们对南韩演艺权无话的反思 想到偶像大不易再累也不能寒苦 南韩网友戏称在南韩当艺人是高风险职业 对此BBC采访Billboard杂志 诸亚洲记者史瓦兹 他表示在南韩当一个明星 意味着要承受比欧美流行明星要大得多的压力 这个压力有两大源头 来自经济公司以及粉丝无话 追韩星的人大都知道 南韩偶像出道前要先当练习生 经过长时间训练还不一定有机会出道 像是文斌在11岁时 就已经出演过韩团东方神奇的MV 以及韩剧《华阳门子》 尽管有统性经历 还是要经过8年训练 才能在2016年 有相团体Astro成员出道 南韩经济公司都有设内讨评制度 练习生得从早练到晚唱歌练舞 反复练习再练习 而同期的竞争者诸多 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严格考评 最终才能站上舞台 就算出道了也不能松懈 几乎宣传机形成满档 还未巡演一场结一场 几乎一举一动都被经济公司掌控 许多偶像歌手从小进入经济公司训练 几乎没有演艺权以外的朋友 每天见到的只有经纪人 化妆师 服装师以及队友成员 连家人都不见得能够常见面 因此若想诉苦也没有对象 在成名的过程中 几乎是牺牲了自己的人生 网络上有不少网友推测 文斌过世是因为过劳猝死 有粉丝泛出本月8日文斌的直播画面 文斌说身体不太舒服 说实话最近有点累 但我努力不表现出来了 粉丝应该有发现了 让我感到很抱歉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职业 我应该要承受这些 这番话实在令人心疼 尽管偶像身体压力大 成名的光环还是很吸引人 根据南韩教育部 在2021年的调查显示 演员、模特和歌手 位于小学生梦想职业的前十名 南韩粉丝高标简释 连偶像取谁都要管 由于现在社群媒体的高使用度 人情偶像几乎都有开上 Instagram账号和粉丝互动 然而社群是一把双面刃 Viu爆的 杂志驻亚洲记者 史瓦兹就说 粉丝观众偶像的一举一动 对他们的发型仔细点评 几乎是放在显微镜下去看 简直疯了 BBC的报道中 南韩流行文化评论家何在坚也说 相比其他国家 南韩对于名人 有着非常严苛的道德标准 去年肇事的南韩演员金赛伦 除了被判刑之外 个人形象也一落千丈 像是南韩女演员金赛伦 去年5月酒驾肇事 除了一审被法院判处 2000万海员 折合新台并50万的罚款外 个人形象也跌到谷底 男团神话成员神会心 二都酒驾最近正式宣判 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缓刑一年 两人都被KBS电视台封杀 禁止出演节目 其他像是南韩一线主持江浩松 2011年因为讨漏税 受到社会娱乐谈罚 宣布暂时退出演艺圈 沉淀了一年才付出 前韩国Big棒成员胜利 2019年因提供性招待所 海外赌博等罪名入狱 服刑一年6个月日前低调出狱 重返演艺圈几乎无望 艺人犯法被粉丝唾弃情有可原 但南韩粉丝管得很宽 两偶像的结婚对象 都要他们喜欢才行 最近网婚的南韩星李生基 影视歌三期原本形象正面 还有国民欧巴的称号 但自从宣布要娶立名艺人 李多以后人气直直落 原来李生基的岳父是涉嫌 非法偿户的经济犯 李生基维护爱妻 屡屡在社群 替妻子养家说话 跟粉丝对抢的下场 就是人气雪崩式下滑 最近又在南韩开个小规模演唱会 一场477个座位都卖不完 让外界戏章 李生基从国民男神变成了 诈骗番女婿未来也一路看绿 但在南韩 网友对艺人也有双标 南韩知名演员刘亚人 前阵子被爆出 滥用牛奶针 吸食大麻 骨科剑 以及K他命等毒品 各大广告主纷纷与他切根 原本要出演的韩剧 第二季也被换绝 演艺生涯岌岌岌可危 然而刘亚人在Instagram发文 向大众道歉 坦诚用毒行为可愚准 暂选往后要过健康的生活 却有不少玩偶似乎买单 回复做错了没关系 我们会等你 事情过去了都过去了 应该是演员生活压力太大了 未来还很长好好努力的留言 刘亚人29岁拿下南韩青龙影帝 获得中五路演员认证 中五路是南韩影视重镇 相对于一般艺人和偶像歌手 中五路演员地位更高 犯错后 网友态度较宽容 也更容易回到演艺圈 例如影帝宋康号 李正在都曾久见 李炳县则闹出过新丑闻 这几位都依旧活跃在南韩影谈 为此部分网友认为 刘亚人应该很快就能复众 获得中五路演员认证的演员 往往会比较容易复众 土外南韩中世代影帝刘亚人 要获得中五路演员的认证 除了要有演技票房号召例外 还要获得南韩三大影战 百想乾隆大中肯定 追韩性的粉丝要被更大的压力 我自己也是追星一族 在先前的专栏中提过 追星的孩子不会变坏 但我没说的是 追韩性的粉丝 要比追其他国家明星的粉丝 多了一份压力 我们会担心偶像形成太满累坏身体 我们会担心偶像被黑粉攻击 心灵受众 我们更担心偶像哪天突然过不去 就变成天上的星星 因此每次偶像来台开场 都要紧紧把握抢票机会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看完这次演唱会 还有没有下一次 下一次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虽然我只是文斌的路人粉 但看到台湾粉丝 在原定三十要举办见面会的场地 集合举手灯唱歌悼念 依然忍不住在影王前流下眼泪 将心比心 我真的很可以理解那种 期待看到武将 但他永远不会来的爱伤 愿文斌成为天上的星星 好好休息 Rest in peace 感谢观看